圣德高山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八 第八道答案 特别注意内密灌顶的要点 只是金刚丸跳动 要看是丧师为弟子修的 那是属于加持弟子 而你的丧师接受更高大圣德的加持 那就是他在接受他的大圣丧师加持他 不是他能灌内密顶的 真正具有内密灌顶的大圣丧师 必须受惯弟子要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 度量金刚神和一粒金刚丸 而且灌顶师必须由受惯弟子指定离开金刚丸 站在远处 金刚丸必须在弟子手中 由弟子掌管着看着神殿 凡没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神 丧师只是站在远处修法 均不属于内密灌顶 只是内密加持 只要是受过真正的内密灌顶的弟子 必须有一条度量金刚神 最短为一丈五尺 但内密灌顶的度量金刚神 与进行圣因总指灌顶 和本尊法源一品灌顶的长短是不一样的 进行圣因总指灌顶的度量金刚神 最短为二丈四尺八米长 哪一位丧师有灌内密顶的道行 可咨询世界佛教总部 凡是能灌内密顶的 都有注册立明的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3日 五尺八米卫教总部 获得 可对 四尺八米 todas 等 語 两 可对 我 quero фак 隆